众所周知,古人经常说养兵千日,用兵一时,但是用兵毕竟也是养兵和练兵,的一种最有效和直接的方式。 比如对越自卫反击战就是中国军队最有效的一次兵兵,这一点,从对越自卫反击战中,最激烈的梁山战役就可以看出来。 在这场战役之中,中国军队不仅仅展现出来了优秀的战斗素质,更由于越军的一系列失误,进而产生了极其辉煌的战绩。 从整个战局来说,越军在越北的正规军家地方团、省队、公安囤有十万多人,并不算少,火力配置也很优越,而越北山的险峻复杂,公路也不多,异于防守。 越军也熟悉解放军的穿插战略,对于以点待面的防御战法,也应有所心得。 然而越军还是犯了极大的战术错误,这就是消极防守,孤立的靠各个战略,点持至解放军的进攻,而没有及时调动机动兵团进行反击以填补战线漏洞。 结果在解放军的传统穿插战法之下,越军的防御体系被割裂,一点突破,即被合围,各个战略支撑点互补相远,只好各自为战,经解放军的优势兵力火力打击,这些支撑点只能是作戴而亡。 而主要支撑点一师,越军的后续部队,则再次面临解放军的穿插分割,造成恶性循环,总的来说,缺乏打兵团作战经验,诸首孤城,而不是大步进退,是越军的致命伤,经过十天的大战,越北中的高平,捞街,甘堂,同等已被中国军队攻占,一线越军三四五,师和三四六师遭到沉重打击, 西线中国十三军已禁至沙巴,准备为坚进退不定,的越军王牌三百一十六A师,东线中国五十五军则呈大赦同登之势,凶猛递押向亮山,首位亮山的师隶属和内第一军区的越南人民军第三师,这支部队又称为金星师,1965年9月组建于越南南方,其名取南方的一颗金星,象征胜利之意,为南方对美军作战的主力师, 在越军中,除组建于五十年代抗法救国战争中的三一二、三一六、三零四、三零八等历史最悠久的头等师外,便属这个第三师了,第三师下辖两团,十二团,一百四十一团,炮兵六十八团,其中十二团曾获英雄团称号,擅长进攻,能打近战,夜战,在与美军作战中攻勋赫赫, 一百四十一团,则能攻擅守,曾获越南人民武装力量英雄称号,第三师,从上到下,冰胶将傲,曾喊出过打到友谊官吃早饭,打到南宁去过春节,但狂言,很可惜,摩拳擦掌的第三师出师不利,在同分摆了中国军队五十五军狠狠一拳, 丢了那个英雄十二团,第三师余补一万余人退守亮山,利用亮山周围山地设防,密布明雕暗堡,准备将中国军队挡在此处,需要说明的是,由于越军即将惨败之际,为了挽回面子,竟然无耻地使用化学武器,为中国军队造成了一定伤亡,中国军队愤而还击,瞬间三十分钟落弹几万发,当时许是有愤而下令,扶小攻击开始, 以后,亮山一间房子也不能留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镇日前月健康 明镇日也不能留 Town 明镇日前博 tenth声 明镇日前千